由創新科技處、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和香港科學館合辦的2012年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舉行以來一直引起社會很多不同的迴響 日前終於公開比賽的結果和舉行頒獎典禮 氣氛既緊張又興奮 讓我Jessica帶大家一齊看當日的精彩片段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這個學生科學比賽 見到很多學生他們都非常有活力 又很有創意 最重要是見到他們很有團隊精神 做事不是一個人這樣做 是一個隊伍去表達自己對於發明的概念 這件事我看到是非常好的 學生科學比賽真是第14年 我首先很感謝很多人 令到我們能夠繼續堅持去搞這個比賽 因為我們真是相信 年輕人要去啟發他的科學興趣 是應該從小就開始的 所以我們就搞這個比賽 其實鼓勵學生去想多些 啟發他的好奇心 然後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學習一些對科學的鑽研和研發 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每年 就越來越多學生參加 這次比賽過後 相信同學無論得獎與否 都一定獲益良多了 希望同學將來應用科學精神 創造小宇宙 我們就學到團隊精神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沒有團隊精神 我們這件事就會製造不出來 只要我們一個人沒有回來 整個進度就會拖慢了 所以我們了解到團隊精神是非常之重要 在天使用科學院 進入調校等等 在天使用科學院 是Comment